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赴助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及台湾光阔四十六中年 一向迭开生命 堪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成年 参加人数最多的园游会 在中兴新村中兴会馆前广场举行 为今年光辉的十月又增添了一份光彩与喜气 这项名为富丽祥和的园游会 是由省政府社会处所主办 中华民国一贯到总会所承办 这是一个庆祝建国八十年 跟光复四十六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 那么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来彰显我们这个社会繁荣跟富裕 但是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些记忆表演 一些音乐演唱 希望透过这些温馨祥和的活动 使我们社会能够更祥和 持续的繁荣 那么这是我们扩大举办这个系列活动的主要的目的 这是我们由省政府社会处 这个是给我们联络 要我们办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光复街呢 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纪念 那么因为我们上一次在台中举办了一个园游会 他们都看到了认为我们这方面呢 还可以 所以说呢 他就这一次呢 就找定了我们办这个园游会 我们也很感谢 富丽祥和园游会 为国内同类型活动写下了多项创许 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是他所有的摊位所展示的食物都是素食 这在当前一片追求环保与回归自然的浪常声中 就是一项最佳的印证 另一个创举就是整个园游会都在承办单位细心的安排下 井然有序的持续进行 各项仪式与表演节目并贯穿全程 首先映注眼门的是隆重的迎击队伍 缓缓步过台前 正是为这次园游会揭开了序幕 在全场人员肃穆的注视下 四位举其天使 在音乐声中将中华民国国旗升上青天 开幕典礼 首先恭请一贯到得高望重的韩道长上台致辞 今天大部分传统我们道理都道歉 赞所说 今天我们第一 感谢国家政党 我们台湾从40年以前 多么困苦 政党来到我们台湾 韩道长并以儒家的钢厂伦理 勉励与会的所有来宾 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温良恭亲让 让我们的社会与国家充满祥和与幸福 全国一贯到总会章与市长 在接着韩道长之后 上台向所有来宾表达问候与祝福 经过了政府十几年的这个努力的进行 也经过台湾的同胞 努力的创造 才有今天台湾这个安定的社会 经济的繁荣 身份的富裕 张理事长接着强调 只要人人遵从钢厂伦理 尽好自己的本分 并养成一贯向善的作人原则 如此一来 台湾整个社会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充满光明 南投县林县长 也以地主的身份到场向群体来宾这地 并以当前社会脱续现象 造成人民生活安定的危机来警惕大众 让我们社会远离暴力 追求一片安详与宁静 借此林县长特别推崇一贯道 在安定社会人心的努力上所获得的成效 尤其是我们各位道亲 大家以宗教的力量 大家发挥慈悲心 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这么样的祥和 把我们的精神力量贡献给我们的社会国家 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同胞都会在我们一贯道 大家所信仰的宗旨底下 大家好好的自我努力 自我充实 庆祝建国八十年 各地都很热烈的庆祝 那我们一贯道总会 承蒙台湾省社会处 看中我们一贯道 那么并期许我们一贯道 能在社会上参与活动 带动社会公益慈善 文教的风气 崇德文教陈长武董事 也在会中向所有来宾 报告承办单位 在这段期间各项筹备工作的进行行行 并借着这次盛会 向所有来宾表达谢意 感谢他们对本活动的支持与参与 会表示省政府对承办单位全力以赴 完成委托任务的努力 省府社会处处长 特别借此颁发奖牌给一万道检会 与各分会之会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这类能够维持社会善良风气 提倡正当休闲娱乐的公益活动而继续努力 那么这次他们发动了很多的人力 也做了详细很细腻的一个规划 能够彰显我们社会繁荣 附属和祥和的一些运动 能够有更多的聚会来举办的话 我想对我们整个社会风气 跟社会正常活动的一个倡导 是有帮助的 主办单位在司令台前两侧 各放置了一个爱心罗 希望作为爱心捐还的享重 让所有参与这个富丽祥和园游会的来宾 都能够共相胜举 一起敲响每个人心中的那份爱心 并将爱心化作食物 去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颁奖典礼一结束 台上的贵宾便纷纷布下台阶 形象爱心罗敲出他们心中的那份爱 根据主办单位表示 这笔在现场所募得的爱心捐款 将拿来用于祭救国内各地孤儿院 养老院以及帮助大陆水灾之用 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我国古训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胸怀 尽管台位上各类交易不断 人潮络绎不绝 但是司令台前的活动却越演越烈 毫无冷场 接着进行的户外行进乐队表演 一圣阵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